好,我们这一集要来讲LINE2.0的外挂 LINE的官方账号2.0的外挂软体 那这个软体最主要的功能是用来分众群发 分众群发最主要目的就是节省你的群发的费用 因为从LINE生活圈,LINE AT生活圈 也就是1.0的时代 我们是吃到饱的专案嘛 就是798块每个月 你最多可以发给2万个有效好友 那2万个有效好友对大部分的中小企业来讲 已经蛮够用了 而且一个月只要798块 可是因为它升级到2.0之后 大家都知道它的费用是以量计价 所以依照我自己的话 一个月本来798块变成一个月要十几万 如果要每天都发一折的话 变成一个月变要十几万 那有些中小企业 他们是每天发三四次的 比如说股票老师 或者是一些传递一些菜单之类的 他们一个月可能就花几十万 再发这个讯息 他不能够去筛选好友 所以他一发就是全部都发 那我们就必须要一个 串接一个外挂软体 让管理员去选择 我要发给哪些人是比较有兴趣的 我可以做分种 那你可以针对这个不同的对象设定标签 把它分类分群就对了 然后我们在2.0这边 我要来介绍一个就是免费的外挂 目前是免费的 所以能用的话就赶快用 它最主要好处是 我目前评估过最好用又不绑死客户的LINE 最好贴你还是可以用官方的界面去一对一聊天完全免费 而且你还是可以用到他API的功能 他最主要功能有这几个 顾客分群 依据好友的行为进行 进行分群 贴他们的标签 然后可以主动为特定的行为好友贴标签 比如说他点击了某一个连结 你自己或是点击你自己的某一个选单类别 那你就可以把它标示为它是某一个类别的标签 然后它是五则讯息只算一次的推播费用 官方是三则讯息算一个推播费用 这个是五则讯息 好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去申请 你到这个网站来 这个网站呢 我会放在底下的连结 你点击之后到这个网站 这是我的部落格 我这边已经做好连结了 所以你只要到这边点击 就可以去申请一个账号 好这个注册码是你专用的注册码 只要有这个注册码 你就可以免费使用 这个励志好推的API 串接到你的LINE AT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怎么做串接呢 你先申请完毕之后 然后这个部落格底下有讲解 这影片讲解 或者是文字版的讲解 告诉你怎么去做串接 那你只要照这个说明就可以串接完毕了 好那我现在大概来介绍一下 它的后台的使用方式 第一个我们先看到它的首页 首页就是一个统计数据 就是你目前有效好友数有多少人 然后这边有图示 然后底下还会有分布图 就是订阅的人数 在几天之内订阅的人数分布图 还有这个地区住在哪边的分布图 还有性别跟年龄的分布图 让你知道一下你目前的这个账号 大多大部分是什么样年龄族群的人 好有趣的来了 在发送群发讯息这边 我们可以去选择所有的好友 我目前有3012个人 或者是有效的好友 我目前29个人 所谓的有效好友就是他有点击过 你的里面的某些连结 比如说你的你有制作选单让他去点击 他点了之后就变成一个有效好友 所以这个有效好友和这个所有人数是不同的哦 这是这个API外挂软体它比较特别的地方哦 有点击过的有互动过的哦 它才会列为有效好友 所以你群发给有效好友的话就不会群发给3000多个人 就大大的节省你的群发的费用 他只发给29个人 或者是分众推波 你可以去选择自己的类别 这个类别是你自己去选择的哦 那如果你有多个类别的话 你还可以用交集或者是连集 交集就是说两个类别互相重叠的人叫交集 连集就是这两个类别所有的人加起来就叫连集 然后它这边会显示出哎 你依据你这个条件总共会发给多少人 你就可以确实的掌握你群发的费用 然后还可以去设置推波的时间 立即推波或是排程推波 然后刚刚讲到的就是最多五个讯息 只收一次推波的费用哦 比LINE的官方后台多两则 然后推波讯息里面呢可以包含文字 也可以包含图片 也可以包含卡片式的讯息 也可以包含影片式的讯息 也可以包含图文讯息 好什么是卡片式的讯息 我们等一下再来介绍 这边主要就是告诉你说 我们可以分众去推波 针对不同标签不同群组的人去推波 好再来在内容讯息的部分 卡片式讯息什么叫卡片式讯息 我们看一下他官方的完整教学 就像这样子 这是传统的讯息一大串 这是卡片讯息就是可以往左推往右推 然后他这边有教学怎么去新增卡片式的讯息 好像这样子 可以往左滑往右滑像这样 往左滑往右滑 然后也可以设定点击按钮 让好友去点击 点击就算互动哦 他就可以变成你的名单有效好友之一 好这个你们再去看他的详细设定就可以了 我们主要先把功能浏览过一遍 好这个订阅看一下好友界面 这个订阅就是可以把你的主题分成几个类别 然后让好友来订阅 订阅之后他就属于这个类别的标签 加上你在群发的时候就可以选择这个类别 那其他没有兴趣的人就不会收到 你也可以节省掉很多群发的费用 好再来是抽奖功能 抽奖功能你们就自己去看这个点击完整教学去看就好了 分享邀请就是可以让你快速的扩大你的好友数量 然后图文选单 我点击一下我制作好的图文选单像这样子 你可以用这边建议的大小 然后上传你自己的图片 然后再去选择你可以点击的区域 他可以点击的区域很弹性哦 不是只有六公格哦 好譬如说他可以这样子去选择 我可以点击在哪些地方 可以去新增很多个 很多个点 然后大小范围 你可以自己去选择 那你这张图片就可以变得很有弹性 比如说他这张地图好了 他就可以不规则的方式 他才可以新增好多个选举范围 然后你把它定点在不同的地方 依照你那个图片来决定就好了 好 再来有趣的是这个分析 来看这个点击 这个点击的分析是说 你今天发出去的讯息 客户点击之后 他是属于哪一个类别 那他就会秀出这一个类别 这个点击事件呢 有哪些人点击 他这边会全部秀出来 这个就非常有趣哦 等于说他自动帮你下标签哦 那这个标签呢 他就可以去选择说你自己设定标签里面 每一个标签的人数 然后这个好友呢 就是有跟你互动过的人 有点过图文选单 或者是连结的人 他就出现在好友区 然后右边会显示出他是属于哪一个标签 那如果没有属于任何标签的话 你也可以把它点击之后 在下方将选取的好友贴上标签 那你就可以按下啦 选择某一个标签 或者是新增一个新的标签 标签其实就是群组的意思 所以将来就会在群发的时候呢 选择你命名的标签 他只会发送给那个群组的人 好大致讲解到这边哦 这个外挂软体其实非常的简单 而且这边的功能非常的清晰 使用起来会非常的方便 也大量的节省你群发的费用哦 赶快点击下面的网址 到这边来 另外把这边提供了一个免费的申请管道 赶快去申请吧